这是古代男人梦寐以求的美脚 还没有男人的半个巴掌的 为了长大后能嫁个好人家 女孩们三四岁就开始裹脚 裹小脚的步骤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步是裹尖 弯曲小脚趾踩在脚下紧紧裹缠 直到脚趾完全脱久形成尖状 整个过程要耗时一周 第二步是裹兽 就是除大拇指外 四个脚趾全部踩到脚掌下 让脚趾靠向脚掌的内侧 这个过程无异于将骨头掰碎 如果塑形后不够好看 佳人还会打断腿骨重新来过 顺利的话会进入最后的阶段 也就是将脚跟脚背收拢裹紧 直到脚尖跟脚后跟紧紧相贴 等到长成一双马蹄形小脚 三寸精莲就大功告成了 最完美的小脚只有十厘米 其中深约四到五厘米的裂隙 是男人们最爱的折腰 也是脚上最难清理的死脚 因为洗脚的过程繁琐复杂 一次需要一到两个小时 女孩们可能很少会洗脚 又臭又长的裹脚布就是这样来的 最重要的是 裹脚后就像走在刀尖上 每次勤走不会超过毅力 久而久之腿会变得很细 更让男人们心动不已 然而这种畸形的审美标准 代价是女性千年的自由